台積電德國晶圓廠動土 ESMC 歐基電受惠股有哪些 哈囉大家好 我是Eason 歡迎收看每週晚上八點整的 Eason向前看 帶給你淺顯易懂的產業知識 我們曾經在第137集的節目 介紹過台積電供應鏈 當時是提到台積電供應鏈 將成為護國群山 那還沒有看過或想要複習的觀眾朋友 歡迎點擊下方的連結進去收看 那這集節目呢 Eason要來跟大家介紹 將跟隨台積電前往德國設廠的公司 那也就是ESMC受惠股 包括3587宏康 5434重月 6196的凡宣 以及6515尹威等4家公司 那在影片開始前 記得先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ESMC是台積電持股70%的 德國12寸晶圓廠 中文名稱是 歐洲半導體製造公司 不管是我們團隊成員開玩笑 稱呼它是歐基電 就連市場上都有這種說法 那因為ESMC跟台積電的英文說寫 TSMC很像 ESMC為德國德勒斯登 總投資金額高達100億歐元 除了台積電持有70%股權之外 其他包括博士 英卑寧及恩智普 各持有10%的股權 Eason在這裡稍微補充說明一下 博士是全球最大的汽車零組建廠 至於英飛寧及恩智普 都是車用半導體大廠 台積電董事長暨總裁 魏哲嘉表示 台積電與博士 英飛寧和恩智普一起合作 新建德勒斯登晶圓廠 以滿足快速成長的歐洲汽車 和工業領域對於半導體的需求 ESMC全面營運後 將採用台積電28級22奈米 平面互補金屬氧化物半導體 以及16和12奈米 BIMBED電晶體技術 進一步強化歐洲半導體 製造生態系統 ESMC已經在今年 2024年8月20號動土 預計在今年底動工 2026年第三季移入機台設備 2027年第四季量產 預估2028年月產能為 4萬片的12吋晶圓 ESMC的相關受惠股 包括廠房工程設備機台 相關材料等 但義盛要在這裡提醒大家 ESMC動土蓋廠 初期僅是資本市場題材 實際貢獻營收的時間 預計落在2026年 根據國內的券商表示 由於台積電持有 ESMC高達70%股權 具有主導權 因此 ESMC從動土 工程廠房機台設備等 都會複製台積電 供應鏈合作模式 而包括鴻康 崇岳 阪瑄 以及尹薇等 台積電供應鏈的成員 都以表態要跟隨台積電 前往德國設廠 因此我們這一集 義盛向前看 就來介紹這四家公司 首先我們要介紹的公司是 3587鴻康 鴻康是檢測山雄之一 我們曾經在第109集的節目 介紹檢測山雄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可以點擊節目下方的連結 進去收看 鴻康是亞太區檢測分析龍頭廠 而且能夠提供客戶一條龍服務 不僅兼顧可靠度分析 故障分析及材料分析的全面發展 更在幾年前進一步跨足化學分析 意在滿足奈米藥物 液態奈米材料開發等 生醫應用需求 從下游應用領域來看 鴻康今年2024年第一季營收 有33%來自於IC設計 30%來自於半導體製造 5%來自於IC封裝及測試 其他都在5%以下 展望今年下半年 來自於半導體先進封裝 COAOS SOIC 還有FOPLP製程設備的 故障分析進鑑量將明顯增加 此外 日本熊本廠 與中國輸出廠的材料分析 及故障分析需求持穩 而鴻康位於日本的第三座實驗室 也就是北海道實驗室 原先預計在明年2025年第一季運轉 但受惠於日本政府大力扶植 半導體發展 包括晶圓代工和記憶體等國際大廠 在日本擴大資本支出 鴻康直接受惠 因此北海道實驗室 可能提前到今年第四季運轉 總而言之 鴻康今年營運將呈現 倒吃甘蔗的情況 那也就是 下半年的營運將優於上半年 第四季營運也將優於第三季 鴻康今年上半年EPS為5.41元 不及去年同期的5.81元 不過 隨著下半年獲利回升 把人估計 鴻康今年全年EPS為12.4元 優於去年的10.8元 展望明年 鴻康將持續受惠半導體先進製程 先進封裝 汽車電子 AI及高效運算等趨勢 當中以日本的需求最為強勁 在熊本廠及北海道實驗室 可貢獻全年度營收益柱下 加上中國持續進行半導體自主化 法能估鴻康明年EPS 將成長到15.2元 另外 鴻康董事長謝永芬指出 台積電不僅是晶圓代工龍頭 製程技術也領先全球 成為各國爭取投資設廠的對象 鴻康在日本及美國 也都設有營運據點 那未來客戶在哪裡 鴻康就會跟上客戶發展腳步 那由於鴻康熊本廠顯然呢 是為了台積電設立 市場也看好 鴻康渴望跟隨台積電的腳步 前往德國建立營運據點 好 那第二家呢 我們要介紹的公司是 5434的重越 重越是半導體製程材料通路商 主要代理日本信越的光阻液 矽晶圓及日本福吉米的研磨液 以國內外半導體光電及資訊產業 為主要客戶 營運據點包括台灣 中國 日本 美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及越南 今年預期將在南韓及泰國 拓展營運據點 另外重越表示 將尋美國及日本模式 在德勒斯登成立辦公室 並在捷克 奧洛莫烏之設立 倉儲物流或加工廠的雙軌佈局模式 成立半導體供應鏈平台 就近服務主要客戶台積電 重越今年2024上半年 營收有八成以上來自於半導體相關 一成多來自於環保工程 其他都在5%以內 其中呢 半導體相關指的是 代理光阻液 矽晶圓 研磨液 石英元件 及晶圓載具等產品 展望下半年 半導體耗材需求將持續升溫 主要來自於台灣及中國 晶圓代工廠需求增加 另外公司目前在手訂單金額 維持在60億到70億元 但海外工程比重增加 有助於提升獲利表現 法人預估從越今年EPS為19.3元 較去年的15.36元成長 展望2025年 隨著半導體廠海外擴廠 帶動呢 材料用量增加 法人預估EPS將成長到20.1元 那第三家要介紹的公司是 6196帆軒 帆軒營運主攻半導體 平面顯示器設備及耗材代理 以及呢 廠物系統 並且已經跨入LED光電製程設備製造 另外帆軒是半鴻海集團成員之一 鴻海旗下的工業電腦廠華漢 透過華城國際持有 帆軒股權超過4成 此外 帆軒的大客戶包括台積電 美商印材 以及來自於荷蘭的愛斯摩爾 帆軒去年2023年營收有18% 來自於高科技設備材料 48%來自於自動化供應系統 而整合系統業務及客製化設備 則各佔營收比重16% 其中高科技設備材料主要客戶為愛斯摩 至於自動化供應系統的營運 則與大客戶台積電的資本支出有關 另外整合系統業務的大客戶 包括台灣封測廠 以及美國的雲端服務供應商 至於客製化設備則是 依半導體光電業及傳統產業客戶的需求 量身訂製產物自動化設備及製程設備等 法人表示在今年2024年第二季之後 帆軒來自於台積電 美國廠第一期產物工程任列已接近尾聲 但先前接單及專案推動情況能維持高檔 後續工程任列以台積電 寶山二期高雄廠 還有台灣封測廠等為主 以及新廠後續設備代工 材料代理的商機等 展望下半年帆軒在路上金額增加下 營運將較上半年回升 另外受惠於AI帶動半導體客戶需求旺盛 公司會因應客戶設備需求 也正積極擴廠 預計明年2025年可以建廠完成並投入營運 也就是明年營運成長的動人之一 法人預估 帆軒今年EPS為10到11元 展望明年EPS將成長到13到14元 此外帆軒已經在德國成立子公司 董事長高謝銘表示 帆軒將整合軟體及硬體廠商 打造供應鏈平台拓展國際業務 帆軒先前就已跟隨台積電前往 美國亞利桑那州及日本的熊本設廠 因此這次帆軒也將跟進台積電 拓展德國市場的版圖 那最後一家要介紹的公司是 6515引威 引威是全球第三大測試座生產廠商 那三大產品線包括IC測試座 接觸元件及探偵卡 而IC測試座又可細分為 銅軸測試座 塑膠測試座及老化測試座 引威今年2024年前5月營收 有57%來自於銅軸測試座 17%來自於塑膠測試座 12%來自於接觸元件 6%來自於老化測試座 探偵卡只佔了營收比重3個百分點 那益勝在這裡順帶一提 有關於測試座及探偵卡的用途 我們也曾經在第119集的節目介紹過 那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歡迎點擊節目下方的連結 進去收看 那回過頭來說引威的部分 在產品的下游應用方面 引威今年前5月營收有61% 來自於高效運算及AI 13%來自於PC及電競 10%來自於智慧手機 16%來自於通信網路及其他的部分 另外引威在全球 重要半導體聚落皆設置服務據點 服務範圍涵蓋北美亞洲歐洲 其中北美加州的聖塔克拉拉 為引威的分公司 歐洲則於德國穆里黑設置服務據點 超過10年 可就近服務德國德勒斯登 奧地利及荷蘭的客戶 那對於台積電及相關供應鏈 進駐德勒斯登引威已做足了準備 從獲利的角度來看 受惠於AI及高效運算商機大增 半導體產業加速朝向一直整合 高階3D封裝發展 挹注半導體測試 界面需求也跟著一起爆發 帶動引威今年上半年EPS 達到12.33元 創下歷年同期新高水準 法人表示 引威掌握英特爾及超微 兩大處理器廠的測試界面訂單 因此下半年營運將由於上半年 全年獲利挑戰歷史新高 法人估今年EPS挑戰30元 另外近期市場傳出 因設計端散熱及COWAS L良率等問題 回答下一代 Breakware架構系列 AI超級晶片GP200 將延後到明年2025年放量出貨 因此近期已經轉向追加 H系列晶片訂單 業界則表示 相關的問題已逐步解決 回答B系列產品後續出貨 能值得期待 加上H系列需求強勁 引威身為主要測試座供應商之一 將持續受惠AI商機 法人估引威明年EPS上看50元 那最後呢 我們再幫大家整理一下 今天節目的幾個重點 首先第一個 台積電持股七成的ESMC 合作夥伴包括博士 英飛寧及恩智浦等車用相關大咖公司 第二點 3587紅鋼今年2024年 營運將先蹲後跳 明年2025年獲利將年增兩成以上 第三點 5434重月是半導體製程材料通物商 受惠半導體廠持續擴產 明年將大賺兩個股本 第四點 6196凡宣除了有不爸爸鴻海之外 客戶也都大有來頭 包括台積電硬材及艾斯摩 第五點 6515引威是全球第三大測試座生產廠商 公司明顯受惠AI趨勢 今年將大賺三個股本 明年挑戰大賺五個股本 那以上就是這一集節目的全部內容 另外 大家都知道我們一生向前看 是講產業趨勢為主的節目 但要操作股票 還是要貼緊盤式 以及運用相關的技術面來做輔助 那我們一生一日報就有提供這樣的內容 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歡迎點擊節目下方 可力夠官網連結 進行了解 並且歡迎大家來跟我們訂閱 最後別忘了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 就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 感謝各位的收看 下座再讓我們一起向前看 華冠投庫所推薦分析之特別有家證券 無不動知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神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投庫 一一一今晚投庫新次第015號 字幕志愿者是組織地策